有时候就觉得天分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可以改成domestic airport 根本没有人 你看我后面是国际区 这边是国际区 真的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我们看国内区什么状况 那边全是人 我天从国际区走到国内区 就差了大概两三百米 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 让我做了一个一万差五千 做了五千多一点 也就妈妈糊糊稍微满意一点 但今年的生意确实难做 做了这么多都是老生意 新生意住做了一个几百块钱 所以今年只有老店还能撑撑 如果是新店真的撑不下去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太难做了 所以我一直奉劝你们小白 不要开店不要开店 请住以后再说 你看我们这个生意你就知道了 你们老是不听 所以接下来你们要 谁要问我二号开店 赶紧开 我们的钱都是开店赚过来的 看你自己去评判 哪句话是真的吧 10月3号国庆假期 小瘦高峰的日子 形势不是很乐观 咱不能说上场没有人 有人但是不划钱 也不能赖大股不划钱 现在省国成本那是屯儿高 去市场买几个黄瓜 几个喜红柿 卖着豆饺子就得五十多 还别提水果 葡萄没有道 随便买点一百多 小喜红柿十五块钱一斤 那天一份下午一纪令 咱就说吃饭都供不上了 哪有供不臭霉呢 你知道35岁失业 找工作有多难吗 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 是你没有能力 没有认真去找 其实真的不是 现在的大环境非常的艰难 钱不好挣 各行各业都在勉强维持 像比较吃香的互联网行业 为了控制成本 今年也是三天两头的财源 你想留下来 那就只有降薪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你看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毕业生 涌入社会当中 他们的薪资比起老员工 肯定是要少得多 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 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局面 更何况你35岁的大龄呢 有人说35怎么就叫大龄的呢 其实35真的不大 正值经历充沛之时 可很多企业就是不愿意 招35以上的人 哪怕你有经验 有业绩 这就是个隐形规定 所以说有工作咱就先干着 实在觉得不开心了 咱们就找个安静的地方骂几句 找好朋友吐槽两句 千万别冲动离职 毕竟现在这个大环境能保住饭碗 填饱肚子 不负债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你们去看看外面满大街 现在有多少实体店在关门 或者是转让 你就应该知道 今年的经济形势有多不好 你再去看看你身边 有多少人失业在家 你就应该知道 现在想挣点钱是很难的 所以说兄弟们 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你老老实实干着 不要瞎折腾 你就还有点日子 可以过 如果你实在是不甘心 你可以考虑做点副业 像成人用品的无人外卖店 开一家店 你就三万多块 你可以选择 如果我们一起出资来开 咱们有钱一起赚 如果亏了 咱们一起承担 像这种店 一个月的固定支出 就一千多的房租成本 不需要人工 我认为 在当下这种大环境之下 没有什么创业项目 比这个更小的了 年轻人真的别去送外卖了 昨天听到一个数据 全股外卖员增加了50% 本科刚毕业 研究刚毕业 都去送外卖了 做外卖其实有些颠覆 我们传统的认知 入行就可以得到 一个不错的收入 其实我是比较排斥年轻人 去干外卖的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失业后能够干什么 年轻上去之后 还能干什么 一个干了三年外卖 他说他不知道 现在他除了干外卖 还能干什么 我让他坏呀 他说再等两年就坏 我们都快奔四了 越是说 暂时不想离开这个行业 也会慢慢的 离不开这个行业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能不去干外卖的 都不要去 真跟一个行业 成为某个礼仪的专家 就会更好 虽然会慢一点 但是你的路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快 这个国庆节 已经过去两天了 不知道大家当地的生意怎么样 我们这里真的是 挺惨淡的 街上没人 有的店铺 就是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因为晚上真的是没什么人 我们东北这边吧 最近也降温了 天气比较凉 晚上溜达的人也比较少 这边几乎没什么夜生活 不像大城市 今天早晨 我来店里的时候 看到有一家卖床品的 一个门店 乌洋洋的挤着好多人 我还在想 现在生意能达到这种状态的 门口挤着一堆人 在那买东西抢购 这种状态 真的是太少了 然后我一看 原来它是清仓处理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去抢购 因为可能就是价格很低 低于市场价 所以说这顾客都是 大家都在那抢在那挑 已经好多年 看不到这种买货的这种状态了 能是这种抢的状态 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也是在商场 一到圣诞节的时候 节假日 去那商场买东西的人 可多了 结账就是收音台 都需要排队的 不是说超市 超市的排队太正常了 我说的就是说 卖服装的 卖鞋帽的 就这一种楼上的 卖这种衣服的什么 都是需要排队结账的 商场有一些 一到节假日 不是有一些折扣吗 其实折扣力度也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买东西的人多 大家都是 消费都很积极 现在你再去商场 再看看 我的天 真的是鸦雀无声的 那门口一排排 站的全都是营业员 你也看不到几个顾客 所以你就说 专家说刺激消费 你咋刺激 老百姓手里没钱 捂着全包 你也不花 你怎么刺激 我也不花 看现在这种生意状态 真的是感触挺深的 有时候就在想 现在的生意这么惨淡 这么萧条 还会不会有以前那种 买东西排队 生意好呢 是一方面 主要是人们兜里也都有钱 大家也都能赚到钱 能赚到钱 他花多少钱吧 他也就不会那么计较 不会那么在意 他既然有能力消费 肯定就是说 他有能力赚到钱 赚不到钱 谁也不去那么花 那个时候看着吧 特别有人刺 在哪儿买东西 都很有人气 现在到哪儿感觉 买东西人都很少 就连市场 菜市场人都少 也不知道这人都干嘛去 那你说呢 你不愁口粮 不喝酒可以 那你还不吃不喝了吗 你说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9月30日 中国官方与财新 均发布了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官方数据显示 9月PMI为49.8% 已连续5个月 低于50的融库线 财新PMI则爆49.3% 较上月下滑 1.1% 未达市场预期 PMI指数 以50为分界线 超过50代表 制造业在扩张 低于50则表示收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9月的官方制造业 PMI为49.8% 已连续5个月 未达到融库线 从各分类指数来看 制造业PMI 有5个资指数构成 仅生产指数 达到51.2% 高于50的融库线 其他指数 如新订单 49.9% 原材料库存 47.7% 从业人员 48.2% 供应商配送时间 49.5% 均低于50显示 整体制造业 处于收缩 状态 9月的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0.0% 比8月下降 0.3个百分点 表明经济活动略有减弱 今年3月 该指数为53% 到9月 已回落至50 新订单指数降至44.2% 反映市场需求疲软 从业人员指数为44.7% 显示企业招聘困难持续 国家统计区服务业调查中心的 高级统计师 赵庆和指数 9月制造业的价格指数 依然偏低 主要原材料购买价格指数为 45.1% 出厂价格指数为 44.0% 均处于低位 显示需求不足 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影响了市场价格水平 同日 财新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PMI为49.3 比8月下降1.1个百分点 重回融枯线以下 低于路透预测的50.5 创下自2023年8月以来的新低 9月的生产指数 仍在扩张区间 但增速放缓 企业反应 增产主要来自现有订单的消化 新订单指数 降至融枯线下 为2022年10月以来最低 特别是投资品需求明显下降 受访企业指出 市场需求减弱 竞争加剧及经济环境低迷 导致新业物量减少 外需也在缩减 新出口订单指数 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 创下13个月新低 财新智库的高级经济学家 王者表示 9月制造业景气度下降 供应端略有扩张 但需求显著减弱 外需面临压力 就业困难加剧 物流运输出现延迟 企业被迫增加库存 通缩压力加大 企业信心降至近年低点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就业压力大 且预期不佳 限制了消费能力和意愿 第三季度经济回升动力不足 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面临挑战 此外 财新服务业PMI降至50.3 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王者指出 市场信心明显减弱 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感到担忧 上周二 9月24日 中国央行公布了一系列货币 及房地产市场的宽松政策 随后 国内高层于26日紧急召开会议 承诺将提供更多经济支持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国内已从逐步的经济支持 转向更为激进的刺激措施 但市场对经济能否快速反弹 仍存疑虑 由于前几轮政策效果有限且短暂 人们对政策实施的延迟 仍敢担忧 BCA的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 面对普遍的债务通缩压力 以及家庭 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中的悲观情绪 若要实现周期性复苏 可能需要比目前已宣布的措施 更多的行动 分析师还表示 鉴于房地产行业 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去库存化仍然是关键 报道指出 现行政策偏向于 可能加剧供需失衡的投资方向 经济学家认为 国内政府应加强社会福利 促进消费 打破债务通缩循环 经济学家Duncon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国内当局会进行大规模改革 将更多国家资源 投入社会保障体系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